《红楼梦》卷六十四 幽书女悲提五美银 浪荡子情味九龙佩 话说贾荣见家中诸事已妥 连忙赶至寺中 回名贾珍 于是连夜分派各项直视仁义 并预备一切应用翻杠等物 则于初四日卯时请灵鹫进城 以免使人知会诸位亲友 是日桑仪混药宾客如云 自铁侃寺至宁府 家路看的何止数万人 那中有接叹的 也有羡慕的 又有一等半瓶促的读书人 说是丧礼与其奢议 莫若减期的 一路纷纷议论不一 至卫身时方道 将灵鹫停放正堂之内 供殿举哀已毙 亲友见次散回 只剩族中人分离迎宾送客等事 近亲只有行旧太爷相伴未去 假真假荣 此时为礼法所居 不免在灵旁 借草枕快 恨苦居丧 人散后 仍成空寻他小姨子们私混 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笑 至晚人散 方回园里 凤姐身体未愈 虽不能时常在此 或欲开坛诵经 亲友上祭之日 一扎正过来 乡帮游逝料理 一日宫碧早饭 因此时天气上常 假真等连日劳眷 不免在灵旁假妹 宝玉见无刻至 岁玉回家看世待玉 因先回至怡红院中 进入门来 只见院中寂静无人 有几个老婆子 与小丫头们 在回廊下取遍乘凉 也有睡卧的 也有坐着打盹的 宝玉也不去惊动 只有四耳看见 连忙上前来打帘子 江仙起时 只见方官自内带笑跑出 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 一见宝玉 方寒笑站着 说道 你怎么来了 你快与我拦住秦文 他要打我呢 一语未了 只听到屋里 溪溜哗啦的乱响 不知是何物 洒了一地 随后秦文赶来骂道 我看你这小蹄子 往哪里去 输了不叫打 宝玉不在家 我看你 有谁来救你 宝玉连忙带笑拦住 道 你妹子小 不知怎么得罪了你 看我的份儿上 饶他吧 秦文也不想 宝玉此时回来 乍一见 不觉好笑 碎笑说道 方官竟是个狐狸精辩的 竟是会居神潜将的 符咒也没有这样快 又笑道 就是你真请了神来 我也不怕 随夺手仍要捉拿方官 方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 宝玉随一手拉了秦文 一手斜了方官进入屋内 看时 只见西边炕上 摄月秋纹 碧痕春燕等 正在那里抓子儿 迎刮子儿呢 却是方官 书与秦文 方官不肯叫打 跑了出去 秦文英感方官 将怀内的子儿 洒了一地 宝玉欢喜道 如此天长 我不在家 正怕你们寂寞 吃了饭睡觉 睡出病来 大家寻见事 玩笑消遣 甚好 因不见习人 又问道 你习人姐姐呢 秦文道 习人吗 越发倒靴了 独自个儿 在屋里面壁呢 这好一回 我们没进去 不知他做什么呢 一些声气儿 也听不见 你快瞧瞧去吧 或者此时参悟了 也不可定 宝玉听说 一面笑 一面走至里间 只见习人 坐在静窗床上 手中拿着一根 灰色桃子 正在那里打截子呢 见宝玉进来 连忙站起 笑道 秦文这东西 编派我什么呢 我音要赶着 打完了这截子 没功夫和他们瞎闹 音哄他道 你们玩去吧 趁着二爷不在家 我要在这里 静坐一坐 养一养神 他 就编派了我这些混话 什么面壁了 参缠了的 等一会儿 我不撕他的嘴 宝玉笑着 挨近习人坐下 瞧他打截子 问道 这么长天 你也该歇息歇息 或和他们玩笑 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 怪热地打这个 哪里使 习人道 我借你戴的扇套 还是那年东府里 容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 那个轻东西 除族中或亲友家 夏天有丧事才戴的的 一年遇着戴一两遭 平常又不犯做 如今 那府里有事 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 所以我赶着另坐一个 等打完了截子 给你换下那旧的来 你虽不讲究这个 要叫老太太回来看见 又该说我们多懒 连你的穿戴之物都不惊心了 宝玉笑道 这只难为你想得到 只是也不可过于赶 热着了倒是大事 说着 方官早拖了一杯 凉水内新派的茶来 因宝玉速吸饼腹柔脆 虽蜀月不敢用兵 只以心急井水 将茶莲壶浸在盆内 不时更换 取其良意而已 宝玉就方官手内吃了半盏 遂向席人道 我来时已吩咐了贝明 若真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 叫他即刻送信 若无要紧的事 我就不过去了 说臂碎出了房门 又回头向臂横等到 如有事 往林姑娘出来找我 于是移静往萧香馆来看黛玉 将过了沁方桥 只见雪燕领着两个老婆子 手中都拿着领藕瓜果之类 宝玉盲问雪燕道 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 拿这些瓜果盒用 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吗 雪燕笑道 我告诉你 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 宝玉点头应允 雪燕便命两个婆子 先将瓜果送去 交与子娟姐姐 她要问我 你就说我做什么呢 就来 那婆子答应着去了 雪燕方说道 我们姑娘这两日 方杰身上好些了 今日饭后 三姑娘来会着 要瞧二奶奶去 姑娘也没去 又不知想起了什么来 自己哭了一回 提笔写了好些 不知是诗是词 叫我传瓜果去时 又听叫子娟 将屋内摆着的 小琴桌上的陈设 搬下来 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 又叫将那龙纹顶 放在桌上 等瓜果来时听用 若说是请人呢 不犯先忙着 把个炉摆出来 若说点香呢 我们姑娘素日屋内 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 又不大喜熏衣服 就是点香 也当点在常坐卧之处 难道是老婆子们 把屋子熏臭了 要拿香熏熏不成 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 说必便连忙地去了 宝玉这里 不由地低头 心内细想到 据雪燕说来 必有缘故 若是同哪一位姊妹贤作 亦不必如此心涉赚具 或者是姑爹姑妈的继承 但我记得 每年到此日期 老太太都吩咐 另外整治摇转 送去林妹妹司祭 此时已过 大约必是七月 因为瓜果之节 家家都上秋季的坟 林妹妹有感于心 所以在司室自己惦记 取礼记 春秋见其十四之意 也未可定 但我此刻走去 见她伤感 必极力劝解 又怕她烦恼 欲结于心 若竟不去 又恐她过于伤感 无人劝止 两见皆足至极 莫若先到 凤姐姐处一看 再比稍作几回 如若见林妹妹伤感 再设法开解 既不致使其过悲 哀痛烧身 又不致抑郁治病 想必碎出了园门 一静到凤姐处来 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 回世壁 纷纷散出 凤姐儿正倚着门 和平儿说话呢 一见了宝玉 笑道 你回来了吗 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 叫她使人 告诉跟你的小私 若没什么事 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 再者 那里人多 你哪里惊得住那些气味 不想 恰好你倒来了 宝玉笑道 多谢姐姐记挂 我也因今日没事 又见姐姐这两日 没往那府里去 不知身上可大欲否 所以回来看事看事 凤姐道 左右也不过是这样 三日好 两日不好的 老太太太太不在家 这些大娘们 哎 哪一个是安分的 每日不是打架 那就是半嘴 连赌博偷盗的事情 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 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 她又是个没出格的姑娘 也有叫她知道的的 也有往她说不得的事 也只好抢扎针着罢了 总不得心静一会儿 别说想病好 求其不添 也就罢了 宝玉道 姐姐虽如此说 姐姐还要保重身体 少操些心才是 说必 又说了些闲话 别了凤姐 一直往园中走来 进了萧香馆院门看时 只见卢鸟残烟 电鱼玉礼 子涓正看着人 往里收桌子 搬陈设呢 宝玉便知 已经奠际完了 走入屋内 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 并体奄奄 大有不胜之态 子涓连忙说道 宝二爷来了 黛玉方慢慢地起来 含笑让座 宝玉道 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 气色倒绝静些 只是为何又伤心了 黛玉道 可是你没得说了 好好的 我多早晚又伤心了 宝玉笑道 宝玉 宝玉 只因她 只因她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 情投意合 又愿同生死 却是指心中领会 从来未曾当面说出 旷间黛玉心多 每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她 今日原味的是来劝诫 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 接不下去 心中一急 又怕黛玉恼她 又想一想自己的心 实在的是未好 因而转念为悲 早已滚下泪来 黛玉起先 元老宝玉 说话不论轻重 如今见此光景 心有所感 本来素惜爱哭 此时亦不免 无言对弃 却说子涓端了茶来 打量二人 又为何事口角 因说道 姑娘身上才好些 宝二爷又来怄气了 到底是怎样 宝玉一面试泪 笑道 谁敢怄妹妹了 一面搭讪着 起来闲步 只见燕台底下 微露一只脚 不禁伸手拿起 黛玉忙要起身来夺 已被宝玉揣在怀内 笑秧道 好妹妹 赏我看看吧 黛玉道 不管什么 来了就混翻 一语未了 只见宝钗走来 笑道 宝兄弟要看什么 宝玉因为见上面 人是何言辞 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 未敢造次回答 却望着黛玉笑 黛玉一面让宝钗坐 一面笑道 我曾见古史中 有彩色的女子 终身遭忌 令人可心可现 可悲可叹者甚多 今日饭后无事 阴玉宅出树人 胡乱凑几首诗 以记感慨 可巧 叹丫头来会我 瞧凤姐姐去 我也身上懒懒的 没同她去 才将坐了五首 一时困倦起来 撂在那里 不想二爷来了 就瞧见了 其实给她看 也倒没有什么 但只我嫌她 适不适的 写给人看去 宝玉忙道 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 昨日那把扇子 原是我爱那几首 白海棠的诗 所以我自己用小凯写了 不过为的是 拿在手中看着便意 我岂不知 规格中诗词字迹 是轻易往外传送不得的 自从你说了我 总没拿出圆子去 宝钗道 林妹妹这绿的也是 你既写在扇子上 偶然忘记了 拿在书房里去 被相公们看见了 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 躺货传扬开了 反为不美 自古道 女子无才便是德 总以真净为主 女工还是第二件 其余诗词 不过是规中游戏 原可以会 可以不会 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 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音余笑向戴玉道 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 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 戴玉笑道 既如此说 连你 也可以不必看了 又指着宝玉笑道 他早已抢了 他早已抢了去了 宝玉听了 方子怀内取出 凑至宝钗身旁 一同细看 指剑写道 西诗 一带青城 竹浪花 无功空字 一儿家 笑贫莫笑 东村女 头白西边 上换纱 鱼鸡 长段乌提 夜笑风 鱼系忧恨 对重同 秦鹏甘寿 他年海 引荐何如 楚帐中 决焰惊惊人 出汉宫 红颜命薄 古金铜 君王纵使 青颜色 欲夺泉河 碧画宫 绿珠 瓦丽明珠 一粒抛 何曾十位 众骄扰 都缘玩符 前生造 更有同归 未寄聊 红符 常见熊坛 太字书 美人俱眼 石穷图 诗居于气 阳公墓 岂得金迷 女丈夫 宝玉 宝玉看了 赞不绝口 又说道 妹妹 这诗 恰好只做了五首 何不就命约 五美银 于是 不容分说 便提笔 写在后面 宝钗 亦说道 作诗 不论 何提 只要 擅翻 古人之意 若要随人 搅踪走去 纵使自聚精工 已落第二意 究竟算不得好诗 既如前人 所勇昭君之诗甚多 有悲挽昭君的 有怨恨严寿的 又有机 汉帝不能使化功 涂貌贤臣 而化美人的 分分不一 后来 王金公富有 义态由来 化不成 当时网纱 毛岩寿 永书有 耳目所见 尚如此 万里安能 至遗迪 二十俱能 各出几件 不与人同 今日林妹妹 这五首诗 亦可谓 命一新奇 别开生命了 仍欲往下说时 只见有人回道 脸二爷回来了 是才外间传说 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儿 想必就回来的 宝玉听了 宝玉听了 连忙起身 迎至大门以内等待 恰好夹好 恰好夹脸 恰好夹脸自外 下马进来 于是宝玉先迎着夹脸跪下 口中给宝玉 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 又给宝玉 又给夹脸请了安 二人携手走进来 只见 李丸 凤姐 宝钗 黛玉 迎探西等 早在中堂等候 相见已毙 因听贾脸说道 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 一路身体甚好 今日先打发了我 来回家看事 明日五更 仍要出城迎接 说必 众人又问了些 路途的景况 因贾脸是远规 随大家别过 让贾脸回房歇息 一宿晚景 不必细数 至次日饭食前后 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 众人接见已毙 掠坐了一坐 吃了一杯茶 便领了王夫人等人 过宁府中来 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 却是贾舍贾脸 送贾母到家 急过这边来了 当下贾母进入里面 早有贾舍贾脸 率领族中人 哭着迎了出来 他父子一边一个 晚了贾母 走至灵前 又有贾真贾荣 跪着 扑入贾母怀中痛哭 贾母暮年人 见此光景 一搂了贾荣等 痛哭不已 假设贾脸 在旁苦劝 方略略止住 又转至灵右 见了游氏婆媳 不免又相持 大哭一场 哭逼 众人方上前 一一请安 问好 贾真 贾真因贾母 才回家来 未得歇息 坐在此间 看着 未免要伤心 遂再三地劝 贾母不得已 防回来了 果然年迈的人 禁不住 风霜伤感 至夜间 便觉头闷心酸 鼻色生重 连忙请了医生 来诊脉下药 足足地忙乱了 半夜一日 幸而发散得快 未曾传经 至三更天 唏嘘发了点汗 脉静深凉 大家方放了心 至次日 仍服药调理 又过了数日 乃甲静送病之期 家母由魏大御 遂留宝玉 在家侍奉 奉姐因未曾甚好 易未去 其与甲舍 甲脸 邢夫人 王夫人等 率领 家人仆妇 都送至铁坎寺 至晚方回 甲针 由氏 并甲荣 仍在寺中守灵 等过百日后 仿佛就回击 家中仍托 由老娘 并二姐儿 三姐儿 却说 甲脸 素日 既闻 由氏 姐妹之名 汉 无缘得见 既因甲静 亭陵 在家 每日 与二姐儿 三姐儿 相认 已熟 不禁动了 垂贤之意 况至 与甲真 甲荣等 素日 有 巨优之窍 因而成姬 百般撩拨 眉目传情 那三姐儿 却只是 淡淡相对 只有二姐儿 也十分有益 但只是眼目众多 无从下手 甲脸又怕 甲真吃醋 不敢轻动 只好二人 心领神会而已 此时出殡以后 甲真家下人少 除有老娘 带领二姐儿 三姐儿 并几个粗实的 丫鬟老婆子 在正式居住外 其余 辟切 都随在寺中 外面仆妇 不过晚间寻耕 日间 看守门户 白日无事 已不进里面去 所以甲脸 便欲颤此时下手 遂托相伴甲真为名 亦在寺中住宿 又时常借着 替甲真料理家务 不时至宁府中来 勾的二姐儿 一日 有小管家鱼鹿 来回甲真道 谨者所用 彭杠笑布 并请杠人轻衣 共使银 一千一百十两 除挤银五百两外 仍欠六百零十两 昨日 两处买卖人 聚来催讨 奴才特来讨爷的事下 甲真道 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 这又何必来回我 于露道 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 但只是老爷 冰天以后 各处知灵甚多 所上还要预备百日道场 及庙中用度 此时竟不能发挤 所以奴才今日特来回爷 或者爷内库里 暂且发挤 或者挪戒和相 吩咐了奴才好办 甲真笑道 你还当是仙呢 有银子放着不使 你无论哪里借了 给他吧 于露笑回道 若说一二百 奴才还可巴结 这五六百 奴才一时哪里办得来 甲真想了一回 向甲荣道 你问你娘去 昨日出殡以后 有江南真家 送来打祭银五百两 未曾交到库上去 家里再找找 凑齐了 给他去吧 甲荣答应了 连忙过这边来 回了游士 傅转来回他父亲到 昨日那项银子 已使了二百两 下生的三百两 令人送至家中 交与老娘收了 甲真道 既然如此 你就带了他去 向你老娘要了出来 交给他 再也瞧瞧家中 有事无事 问你两个姨娘好 下胜的 鱼鹿先借了天上吧 甲荣与鱼鹿答应了 方玉退出 只见甲连走了进来 鱼鹿忙上前请了安 甲脸便问 何事 甲真一一告诉了 甲脸心中想到 趁此机会 正可致宁府寻二截 一面遂说道 这有多大事 何必向人借去 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 还没有使呢 莫若给他添上 岂不省事 甲真道 如此甚好 你就吩咐了荣儿 一并令他娶去 甲脸忙道 这必给我亲自娶去 在我这几日没回家了 还要给老太太 老爷 太太们请请安去 到大哥那边 查查家人们 有无声事 再也给 庆家太太请请安 甲真笑道 只是又劳动你 我心里倒不安 甲脸也笑道 自家兄弟 这有何妨呢 甲真又吩咐甲荣道 你跟了你叔叔去 也到那边 给老太太 老爷 太太们请安 说我和你娘都请安 打听打听 老太太身上 可大安了 还服药呢 没有 甲荣依依答应了 随着甲脸出来 带了几个小丝 骑上马 一同进城 在路 书直闲话 甲脸有心 便提到游二姐 银夸说 如何标志 如何做人好 举止大方 言语温柔 无一处不令人 可敬可爱 人人都说 你婶子好 据我看 哪里挤你二姨一连呢 甲荣揣之奇异 便笑道 叔叔既这么爱她 我给叔叔做梅 说了做二房何如 甲脸笑道 你这是玩话 还是正经话 甲荣道 我说的是当真的话 甲脸又笑道 甲脸好 只是怕你婶子不易 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 况且 我听见说 你二爷 已有了人家了 甲荣道 这都无妨 我二爷三爷 都不是我老爷养的 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 听见说 我老娘在那一家时 就把我二爷儿 许给黄粮庄头张家 指父为婚 后来张家遭了官司 败落了 我老娘又自那家 嫁了出来 如今这十数年 两家阴信不通 我老娘时常抱怨 要给他家退婚 我父亲也要将一样转聘 只等有了好人家 不过令人找着张家 给他十几两银子 写成一张退婚的字 想张家 穷极了的人 见了银子 有什么不一的 在他也知道 咱们这样的人家 也不怕他不一 又是叔叔这样人 说了做二房 我保管 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 倒只是婶子那里去难 贾脸听到这里 新花都开了 哪里还有什么话说 只是一味呆笑而已 贾荣又想了一想 笑道 叔叔若有胆量 以我的主意 保管无妨 不过多花几个钱 贾脸忙道 好孩子 你有什么主意 只管说给我听听 贾荣道 叔叔回家 一点声色也别漏 等我回名了我父亲 向我老娘说妥 然后 咱们在府后方进左右 买上一所房子 及应用家伙 再拨两窝子家人 过去服侍 择了日子 人不知鬼不觉 娶了过去 嘱咐家人 不许走漏丰盛 婶子在里面住着 深宅大院 哪里就得知道了 叔叔两下里住着 过个一年半载 急火闹出来 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 叔叔只说 婶子总不生育 原是为子嗣起见 所以私自在外面 做成此事 就是婶子 捡生米做成熟饭 也只得罢了 再求一求老太太 没有不完的事 自古道 欲令至昏 贾连只顾贪图 二姐美色 听了贾荣一篇话 遂为祭出万全 将现今身上有福 并停期再取 严富度期 种种不妥之处 皆智之度外了 却不知贾荣亦非好意 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 只因贾真在内 不能倡议 如今若是贾连娶了 少不得在外居住 趁贾连不在时 好去鬼混之意 贾连哪里思想极此 虽向贾荣致谢道 好侄儿 你果然能够说成了 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 说着 以致宁府门首 贾荣说道 叔叔进去 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 就交给余露吧 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 贾连含笑点头道 老太太跟前 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 贾荣说 知道 又富儿向贾连道 今日要遇见二爷儿 可别兴急了 闹出事来 往后到难办了 贾连笑道 扫胡说 你快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于是贾荣自去 给贾母请安 贾连进入宁府 早有家人头 率领家人等请安 一路围随之厅上 贾连一一地问了些话 不过色泽而已 便命家人散去 独自往里面走来 原来贾连贾真 素日亲密 又是弟兄 本无可避计之人 自来是不等通报的 于是走至上房 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 打起帘子 让贾连进去 贾连进入房中一看 只见南边炕上 只有由二姐 带着两个丫鬟 一处做活 却不见由老娘 与三姐 贾连忙上前 问好相见 由二姐含笑让坐 便靠东边排叉坐下 贾连仍将上手 让与二姐 说了几句见面情 便笑问道 庆着太太和三妹妹 哪里去了 怎么不见 由二姐笑道 财有事往后头去了 也就来的 此时伺候的丫鬟 因倒茶去 无人在眼前 有冰浪赏我一口吃 二姐道 冰浪倒有 就只是我的冰浪 从来不给人吃 假脸便笑着 两个丫鬟 两个丫鬟倒了茶来 假脸一面 接了茶吃茶 一面 暗将自己带的 一个汉玉酒龙配 解了下来 拴在手绢上 趁丫鬟回头时 仍撂了过去 二姐一不去拿 只装看不见 坐着吃茶 只听后面 一阵帘子响 却是由老娘 三姐 带着两个小丫鬟 自后面走来 假脸送目与二姐 令其识取 这由二姐 也只是不理 假脸不知二姐何意 甚时着急 只得迎上来 与由老娘三姐相见 一面又回头看二姐时 只见二姐笑着 没事人似的 再又看一看 娟子已不知哪里去了 假脸放放了心 于是大家归座后 续了些闲话 假脸说道 大婶子说 前日有一包银子 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 今日因要还人 大哥令我来娶 再也看看 家里有事无事 有老娘听了 连忙使二姐 拿钥匙去取银子 这里假脸又说道 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 瞧瞧二位妹妹 亲家太太脸面倒好 只是二位妹妹 在我们家里受委屈 有老娘笑道 咱们都是至亲骨肉 说哪里的话 在家里也是住着 在这里也是住着 不瞒二爷说 我们家里 自从先夫去世 家绩也着实艰难了 全亏了这里 姑爷帮助 如今姑爷家里 有了这样大事 我们不能别的处理 白看一看家 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 正说着 二姐儿已取了银子来 交与有老娘 老娘便地与假脸 假脸叫一个小丫头 叫了一个老婆子来 吩咐她道 你把这个交给鱼鹿 叫她拿过那边去等我 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只听着院内 是假荣的声音说话 须鱼进来 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 又向假脸笑道 才刚老爷 还问叔叔呢 说是有什么事情 要使欢 云要使人到庙里去叫 我回老爷说 叔叔就来 老爷还吩咐我 路上遇着叔叔 叫快去呢 假脸听了 忙要起身 又听假荣和他老娘说道 那一次 我和老太太说的 我父亲要给二爷儿 说的一副 就和我这叔叔的 面貌身量差不多 老太太说 好不好 一面说着 又悄悄地用手指着假脸 和他二爷儿挪嘴 二姐儿倒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见三姐儿 似笑非笑 似闹非闹地骂道 哈 坏透了的小猴崽子 没了你娘的说了 多早晚 我才撕了她那嘴呢 贾荣 贾荣早笑着跑了出去 贾连也笑着 辞了出来 走至厅上 又吩咐了家人们 不可耍钱吃酒等话 又悄悄地央贾荣 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 一面便带了鱼鹿过来 将银子添足 交给他拿去 一面给贾舍请安 又给贾母去请安 不提 却说贾荣见鱼鹿 跟了贾连去取银子 自己无事 便仍回至里面 和他两个姨酿 嘲笑一回 放起身 至晚道寺 见了贾珍 回道 银子已经交给鱼鹿了 老太太已大狱了 如今已经不服药了 说必 又趁便将路上贾连 要去由二姐 做二房之义说了 又说如何在外面 制房子住 不使凤姐知道 此时 总不过是为了 此次艰难起见 为的是 二爷儿是见过的 亲上做亲 比别处 不知道的人家 说了来得好 所以二叔 再三扬我 对父亲说 只不说 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珍想了想 笑道 其实倒也罢了 知不知 你二姨娘心中 愿意不愿意 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 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娘 再做定夺 于是 又教了贾荣一篇话 便走过来 将此事告诉了尤氏 尤氏却知此事不妥 因而极力劝制 无奈贾珍 主意已定 素日 又是顺从惯了的 况且 他与二姐儿 本非一母 不便身管 因而 也只得 由他们闹去了 只次日一早 果然贾荣 父亲成来 见他老娘 将他父亲之意 说了 又听上许多话 说贾脸做人 如何好 木金凤姐身子有病 已是不能好的了 暂且买了房子 在外面住着 过个一年半载 只等凤姐一死 便接了二爷儿 进去做正事 又说 他父亲此时如何聘 贾脸那边如何取 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 往后三爷儿 也是那边应了替聘 说得天花乱坠 不由的 由老娘不肯 况且素日 全亏贾珍周记 此时又是贾珍做主替聘 而且庄联 不用自己质卖 贾脸又是青年公子 强盛张家 所以忙过来 与二姐儿商议 二姐儿又是水性人 在先已和姐夫不妥 又常怨恨 当时错许张华 致使后来终身失所 今见贾脸有情 况是姐夫将他聘嫁 有何不肯 也便点头一允 当下回复了 贾荣回了他父亲 次日命人请了贾脸 到寺中来 贾珍当面告诉了他 有老娘应允之事 贾脸自是喜出望外 感谢贾珍贾荣父子不尽 于是二人商量着 使人看房子打首饰 给二姐儿置买装帘 及新房中应用床障等物 不过几日 早将诸事办妥 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 小花枝巷内 买定一所房子 共二十余间 又买了两个小丫鬟 只是府里家人不敢煽动 外头买人又怕不知心腹 走漏了风声 忽然想起家人报二来 当初因和他女人偷情 被凤杰打闹了一阵 含羞吊死了 贾连给了二百银子 叫他另娶一个 那豹二向来 却就和厨子 多昏虫的媳妇 多姑娘有一手 后来多昏虫 久落死了 这多姑娘 见豹二手里从容了 便嫁了豹二 况且这多姑娘 远野和贾连好的 此时都搬出外头住着 贾连一时想起来 便叫了他两口到新房子里来 预备二姐过来时服侍 那豹二两口子 听见这个巧宗如何不来呢 再说张华之祖 原当黄粮装头 后来死去 至张华父亲时 仍冲此意 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 所以将张华 与尤二姐 指父为婚 后来不料遭了官司 败落了家产 弄得衣食不周 哪里还娶得起媳妇呢 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 两家有十数年阴信不通 今被贾妇人患治 逼她与二姐退婚 心中虽不愿意 无奈惧怕贾真等事业 不敢不依 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 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 两家退亲不提 这里贾连等 见诸事一妥 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 以便迎娶二姐过门 下回分解